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在使用科色帮我生成了一个脚本 然后这个脚本的话现在正在让AI不停的为我打工 我其实之前在视频里有预告过这个信息 然后我发现大家都非常感兴趣 所以的话这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在自己睡觉的时候 也能让AI来帮自己写文章 帮自己完成打工 对我这里是让他去帮我写不同职业的角色的这个prompt提示词 他现在正在不断的帮我进行自动化的这种生成 然后这期视频里我就会教你怎么一步步的去让AI去帮你书写你想写的那些东西 其实我之前做过两个非常依赖内容的网站 就是一个是这个Code with AI 这个网站的话是主要去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不同语言代码知识的这种科普的 然后这个网站大概有几千篇至少一两千篇文章吧 里面还包含大量的这种代码 这个其实就是我用自动化的工具完全自动化我自己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方式去生成的 然后还有一个网站是humanize.ai.top 这个网站的话就是你会发现里面可能有几百篇的这种图文文章 然后这些文章的话也完全是出于SEO的目的去写的 然后这些文章完全都是AI去帮我完成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内容其实非常的长啊 而且整体内容质量我当时微调了几次之后发现就是效果还不错 而且插入图片之类的都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你还不知道Cursor的话 你可以到Cursor的官网去进行下载 它有苹果和windows电脑的这种客户端 然后今天的话我想做的一个尝试是 你可能并不是一个AI博主 你并不需要写这种职业的这个提示词 我们设定一个场景吧 就假设你想在小红书做一个读书的博主 然后你想写关于很多不同书籍的这种介绍 并且可能希望这个介绍有一定的风格化 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风格 那我们怎么让AI来实现这个事情呢 我们来尝试做一下 首先我们先建一个文档吧 就是我们首先去列一下书籍 我们先列一下就是你想让AI写的究竟是哪些书籍 写哪些书都可以 然后我们就是这些书籍列表 列书籍其实倒不需要那么的自动化 我们可以在这里告诉他 我们希望就是让他去告诉我们 100本中国销量最好的这种书 然后把这个列表列给我们 后面有一些错误 怎么全都给我们列百年孤独了 百年孤独也没这么好 我们可以把这里去掉 让他重新生成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是直接让AI生成比较偷懒 然后如果你不那么偷懒的话 就是假设你真的要做这个事情 你有想让AI分析的书你其实都可以写在这里 然后这里我让他写有名的其实有两个优势 一个是就是你发出来的话大家会更感兴趣 然后还有一点是就是因为这些书比较有名 所以AI在训练的时候 他有充分的关于这些书籍的语料的知识 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更真实 他的幻觉会更少一些 所以书名列好了之后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调出command加I 然后来告诉他我们想做一件什么事 首先有这么几件事 一个是我就是告诉他 我想让他帮我生成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运行之后是让我从电脑里选择一个MD的文件 就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Markdown格式的一个文本文件 然后帮助我一行一行读取书名 分别发送给openAI 让openAI来撰写书的介绍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把openAI返回的书籍介绍 保存在本地 用书籍名称.md文件的方式保存 然后第四个就是openAI怎么调用的话 我打算把链接发给他 这里的话其实就是openAI的关于怎么调用他的API的这个链接 我这里直接发给他 你可以看到他已经现在在做这个事情了 所以我们一步步就是按照他的指引继续去做就好了 首先安装这个必要的这个酷我们来安装一下 对就这里的一些这种命令代码的话就是你从切换面板的方式调出终端 然后输入就可以了 然后让我在脚本锁在文件创一个.env的文件 对我在这里 呃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新建一个.env的文件 然后接下来就是运行 然后这里有一步就是你需要openAI的API 因为呃你调用openAI是需要花钱的 所以我们需要通在openAI这里获取一下API key 嗯我这里已经生成过一些了 然后我再生成一个零食的吧 然后把这个复制过来 我们把这里进行填写 当然就是这个API key我到时候用完之后我会马上那个消除 你使用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需要自己去获取一个 然后因为它是计费的 所以你需要这里有一些剩余的这种额度 然后如果你没有的话你需要自己去做一些充值 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充值 哦对这里需要卡的很多的信息 然后因为openAI它不管是充会员 还是充API的这个额度 它都不支持那个国内的呃卡 所以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境外的虚拟卡来进行充值 呃我这里的话就是有一个这个wildcard的这个虚拟卡 呃你可以试一试 我之前其实也给大家做过介绍 然后你通过就是我视频上现在展示的二维码 还有视频底下的链接 你应该都能获得一定的那个折扣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我们把各种信息都复制过来 ok然后这里我们就直接充一个10美元吧 支援付款 ok好你看到这里就是我就已经充值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原来的这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它写的这个代码啊 呃这里我们还有几个要调整的 一个是模型 GPT3.5 Turbo这个模型太差了 所以我们要调一下模型 这个模型的话 你也依然可以在Docs这里就是找到对应的列表 你可以进行选择 然后我们这里选择一个比较中庸的 就是GPT4O Mini吧 因为So Mini的那个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然后它的效果又还不错 所以我们把这个模型model这里做一下替换 另外的话就是这里的prompt不太行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调整 然后这个prompt的话其实也不需要你自己写 就是你可以通过就是这里选中对应的那个代码 然后用command加k或者你点选的这个方式 让呃科色也就是cloud3.5 sonet来帮我们写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说 对我们可以直接提出我们的要求 就是请让AI使用鲁迅和乔治卡尔林等比较幽默 把我尖酸刻薄粉刺性强的风格来帮我写 并且这个内容是因为我们要发到小红书去做小红书的账号 所以就是我们是需要有标题和正文 以及正文需要的内容长度是什么样的 那标题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的话 你也可以去对它来进行要求 你看它其实就已经帮我们生成了对应的这个prompt 但是它这里其实有一个不太好的修改是 就是它把我们的模型也改了 所以我模型还要改回去 就是这个更改倒是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因为cloud3.5在训练的时候 可能还不知道有CO有COmini这样的模型 所以这也是AI有时候会出现幻觉 给我们改错代码的那个情况 所以你尽量自己也去看一看 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更有可能去把控它的这个情况 OK 好的 这里信息我们应该都已经填完了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就是这个脚本已经生成了 那我们怎么运行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东西 你看这个是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大概只有五六个文件 现在大概五十多个文件都已经写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魅力 就是我们可以让AI持续帮我们去做事 只要你表达清楚你的需求就可以了 这里其实就是Python 把这个文件的名字包括后面的后缀发过来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成功的情况下 它就是会出现对应的就是让我们选择的这么一个界面 然后在这个界面下我们来选初级的文件 OK 然后点完之后我们等它生成 就有时候你写的东西也有可能报错 这个也不要紧 就是你到时候把报错信息发过去就好了 我们先等一下看会是什么情况 红楼梦 他已经帮我们保存和生成了 红楼梦 我们看他还写的怎么样 红楼梦 一场华尔兹般的家族地狱 欢迎来到千年之前的一个精致梦境 但请注意这个梦不仅怎么怎么样 家母在说林黛玉 你以为手中的爱情会像哈利波特系列般引人路上吗 错 爱情在这里被塑造成了一种奢华的专饰品 总的来说还有点意思 而且你看就是这里的emoji 其实也算是小红书的这个风格 然后你看就是我在跟你读的过程中 这里各种其他的文件也都已经生成了 我们看一下 活着吧 一场咖啡的时间来谈谈那本经典的让人心情低落的活着吧 说实话这本书就像一场糟糕的心理治疗 带着你一路摔倒 却连根绳子都不给你 让你自己拉起来 作者余华大概是在用它厚重的笔触告诉我们生活就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斗 我们更正确的做法有时候不是让他直接帮我们写这么多文章 其实最好是你先写一两篇文章 你看一下生成的文章的那个效果的情况 然后你再去评判就是你需不需要去改你的prompt提示词 然后如果你对效果满意的话 其实你就这么让他继续输出就好了 所以你看现在的情况 就是我们聊说话间 就是大概一分钟才能写三篇笔记 这种情况下 人真的没必要自己去写作那么的多的东西 所以这账号其实有时候会变成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你真的可以去试一试 我们常试的这个自动化的脚本也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是生成文字的 其实文字再加上图片变成一个更生动的图文的文章 或者说我们甚至把这个东西变成视频 其实都可以的 只需要你引入不同的脚本 或者引入不同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就好了 最后就是这次视频里介绍到的这个工具和材料的话 我也会发在我的知识星球 我到时候会放一些就是我在视频里没有介绍过的一些内容 以及跟视频相关的一些材料 同时也会去给知识星球的球友去做一些答疑的工作 如果你想加入这个社区和大家一起交流 以及发布你自己的产品 或者你有一些疑问 其实都可以进来 现在的价格是365每年 就是每天一块钱 你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否有这个需要 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 你也可以都在评论区来告诉我 我们下期有机会再给大家做一些更进一步的 让你更自动化完成其他一些事情的工作的脚本 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Cursor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 尤其是在叠加别的AI产品的时候 OK我们今天就先到这 拜拜 拜拜